政府上週推出雙辣椒,增加額外印花稅和買家印花稅,為過熱的樓市降溫 有立法委議員擔心措施會令內地熱錢轉炒本地的商鋪和車位 政府有沒有監控除了住宅物業以外 其他的項目包括商鋪、車位、的士牌的升幅 政府是否已經進入一個非常時期、非常階段的位置 政府有沒有什麼觀察,這是第一個問題 政府是會密切注意住有關市場的走勢 我們是如果是有需要的時候 基於一個橫觀經濟和金融體系穩定的考慮 政府是不排除會有一些對應的 另外根據運輸及房屋局的資料 2011年本地一成的住宅單位成交 是以公司的名義購買 當中本地公司佔了九成 但有議員擔心外地資金借殼 成立本地公司炒樓 就算是海外資本 在香港incorporate一間公司 就真的幾千元搞定 接著那間公司就變成本地公司 接著本地公司炒樓就不多 但沒有辦法證明,沒有辦法確認到 在我剛才提述到的那個90% 是本地公司之中 當中有接近九成 都是有香港永久性居民的人持有 或者是作為董事的 張炳良說 政府已經推出長中期措施 增加土地供應 未來3至4年 會推出6萬5千個住宅單位應付需求 香港民視記者廖正萬報道